小夏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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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昨晚不夠分 我住在台灣 各位觀眾 小夏在做什麼呢 藍姐姐 你們如果上去Patreon就看到她了 她拿一些英文的文章就用AI 人工智能 就變成中文 再用中文變成語言 這個她過去幾個月都在做這件事 現在她就更加進一步 就拿這個語言變成好像有一個人 不是好像有一個人 那個人 他直接在說話 有表情的說話 語音 語音兼那個人的表情 你說 這個是兩個人 一個男人 我放在那裡 你放在那裡 大家看我 你是這樣的 現在就用AI做出來 兩個人是AI的 未完善的就很多東西 我手下的妹妹做了三天三夜 因為我今天是美國的總統日 不如你總之做了半年 因為我又去做電視出來 好像這樣 我為什麼會開始這樣做呢 開始找到那些聲音 鄧小平做香港的片 鄧小平 彭定康 查爾斯王子 什麼的 那些片又不行 有些只有聲音 沒片 剪下去 我要剪下去 頭都戴上去 真的做這些 你看電影不過 人家說你電影做得很滑滑過去 我們就做得滑滑了 人家說我AI做一下過渡了 就開始做 誰知道AI又和你 有口型又可以對抗 這些是歷史來的 開始做 有些事情你一做開就衰的了 你跟著它就著迷了 結果AI走得比我學習快 我找人家一路來學 AI走得很快 我現在真的以假亂真 我說不行 記錄片又要變成真是真的 那些聲音又如何處理 原來又如何 這套全部是要創造新的辦法 就是沒有人認識的 一路去 我說如果是這樣 我不如先試用一些假人來做AI 聽他們講話一些速度 對口型 我是拿假人來訓練對口型的 不如做整個 我Patreon每天做這麼多 Patreon那些人工業的事情很難聽 又是有時候 你聽下去 我說不如我就 因為Patreon有一些文章很長 長文章你看聽都是很煞氣 因為我是做廣播電視出身 我知道那些稿子要短的 要寫那些稿子怎麼寫 那乾脆我又是重新寫一次 寫成廣播稿 電視稿 就讓人們去對口型 我說對口型 不如做台節目 每天讀報 因為現在的自媒體 做一下做一下 個個沒有消息 沒有料 走去造謠 走去誇大事實 那我是用一些大媒體的東西 做回說給大家聽 自媒體做成大媒體 今天早上 昨晚本來是7點鐘出去的 一下子錯了兩字 又要對過 一下子那邊又不對 又要對過 做到馬上 做到4點多 最後的產品 我說還有其他 那妹妹就去做 那我4點多 就把照片都上去 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自由美麗堅的頻道 在我下面的description有個link 你們看那個 所謂人工人不是人 不是假人 是人工做的人 人工做的人 跟著呢 我想做粵語 我試了粵語 頭大 粵語很頭大 因為它的粵語文字不統一 小夏 粵語呢 就是這樣說 我們在香港學廣東話 粵語有兩種 一種就是講的粵語 一種就是讀的粵語 讀的粵語是沒問題的 讀的粵語是沒問題的 有問題的 你做才知道有問題 不做的時候就不知道有問題 你用眼睛讀的粵語 讀出來 現在我的patreon 都不是全部讀出來的 讀出來的 你可以照讀 聽得七七八八算了 但是你用那個人來讀的時候 你就要很通信講話 你就電視播音員 什麼時候跟你讀得這麼爛 所以就要把它重新再 就是那些稿子要重新再寫的 你如果不重新再寫 你讀出來就很怪的了 重新再重新包裝成廣播稿 我做了一段時間 每天都真的 你不要爭取講的粵語 這個永遠做不到的 你爭取讀的粵語 不是啊不是啊 做到啊 這樣才叫厲害啊 很難的 講的粵語 因為那裡很多俗語講不清 Elmer 等我出來的時候你就知道了 做到的 我明白我明白我明白 因為讀過粵語 就沒有規則 沒有規規 沒有定了那些東西 所以呢 你要訓練那些機器人 訓練這個過程 就是你投入很多的過程 怎麼訓練它 等於我現在電影的那些鏡頭 就好像說 這麼模糊的鏡頭 我要一個清晰的 我要用當時找到當時的照片 來訓練那些鏡頭 按照照這樣清晰 就是這樣很多這些 這些就 你看上去以為很簡單 誰知一整整整 沒有了聲 聽不聽到 現在有了 現在有了 有些電話進來 OK 所以就很有意思了 以後呢 能夠通過這些 用AI手段 給大家提供更多 更方便的資訊 就是 快 又多 又快 又多 又早 而且是分得很細 你喜歡聽哪些 你說我是聽八卦 娛樂新聞有什麼 有那些 你說聽其他 你有什麼 要分類 我現在找到一些人 分類做 這樣 應該很有意思的 我昨天有個 我原來的俄語組的朋友 我說俄語可以做一單的 任何語言都可以做一單的 一樣的內容 所以 就是很有意思的 這個做電影的副產品來的 將來這個很重要 這個效率 不得了 變得很快 很順時 就可以拿到一些東西出來 是啊 所以會影響選舉 影響人民生活的方式 影響很多東西 而且這些東西 你們不做 左派全部做了這些技術公司 那到時你整個信息檢包起他們的信息檢 就不夠他們來 不夠他們 現在看到學校 我是真是很懶惰的 看到學校的老師 你不夠他們來的 你真是不夠他們來的 我們 就是 現在這樣說 我覺得 我打贏美國之音就很狠 他們做的事情不行 但是 你就是整個中共大外宣 中共大外宣用各種辦法 來滲透美國 滲透的真的很厲害 只是CCTV四個channel 那些東西做得挺好看的 不是不好看的 那些內容挺好的 很吸引 看看會上映的 是啊 看看會吸引人的 那些這樣 就是攝影什麼都很漂亮 我自媒體現在就是這樣 自媒體蜂擁而來 又打得很厲害 但是現在問題就是 自媒體變成信用不夠 所以 英文媒體就出了這個現象 就是 就是把那些大自媒體人 Tucker Carlson 出來做自媒體 這樣就給自媒體 他們那些自媒體 打回信用 我們中文媒體一樣要這樣做 一樣這樣做 所以你看到我正在做 做到很糟糕 做到很糟糕 今早一早 我頂不住了 我明早還要上show 不好意思 我今天趕著 那個題目寫錯了 應該白熱化 我寫得白日化 不好意思 急起來 我知道你什麼意思 我都說了 我用了上去 因為我用了一篇 Victor David Hanson 寫的 拜登政府裡頭 怎樣 那我就用了上去 他真的說得挺好的 又說得很高 那個level很高 Victor David Hanson 他是歷史學家 他那些希臘史 那些沒得頂的 他講希臘史也很好聽的 所以呢 我Patreon都朝朝了 我看到Alma的題目 我就先去找 找了哪些有的合適文章 想想一想 推一篇上去 就是這樣 所以今早時間又不是不夠 是啊 我最近看到那兩派鬥 差不多所有什麼規矩都沒有了 就是以前那些所謂的風道啊 規則啊 那些什麼 現在我都沒見過那些港 變成好像第三世界那樣 現在鬥到 尤其是第三世界來的 絕對不外面了 什麼都不外面了 是啊 你想一下Trump 用司法這樣告他 我就很感慨 美國現在突然突然突然 司法武器化之後呢 整個擦壞了美國 其實 我有時覺得現代社會 你想回頭 現代社會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就是真是現代法制 我想香港 香港以前沒有民主 這麼久才有什麼投票 香港靠什麼 靠一條法制 英國式法制 就是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 出了問題有司法公正 特別是呢 就算是未出問題的時候 司法 平等的司法 保障社會正式的運作 每個人住在香港 是感到安全的 現在就不敢安全了 美國也是這樣 你住在那裡 你一旦是不說 邊界那時候 人家打仗那些不說 但平時我來到美國的時候 好 你感覺是安全的 你不要進黑暗區了 所以你說要搬那裡 就證明你心裡覺得不安全 我真的覺得不安全 我就不安全 就是靠近大城市近 靠DC靠近 是啊 是啊 所以你說現在 美國那個兩黨派 是鬥爭白熱化 那種白熱化的程度 是動用了司法武器造成的 這個很多人說不清楚 就是很多人看 就是這樣 但是大家要想到這個社會 是靠什麼支撐的 我覺得台灣也是 就是台灣 我這麼多年來 現在台灣 你可以講一下台灣那一遍 我一直看著 台灣原來 就是 台灣在蔣介石 蔣經國時代 他那些 整個社會 不知道我有沒有說錯 台灣有朋友 跟我說錯 和我指出 但是我的感覺 它的社會在秩序 社會人與人財產關係 所有的那些 已經相當是 真是很西化的了 不像中國大陸 現在的財產不見了 政府要抹消 那一點 台灣蔣經國時代 應該做到的 跟著 蔣經國時代過後 到開放黨禁 八百年之後 你看到台灣 整個法制 就是政治反對派 不但允許存在 而是允許很正常的活動 黨禁報禁全部開放了 所以台灣現在成了一個很現代的民主社會 有什麼問題 那些另外 跟中國大陸對比 香港原來是一個很現代的法制社會 美國原來真的是很現代的法制民主社會 現在被它搞壞了 我就會心痛 現在這個倒退的 這個很嚴重的 實在很嚴重 一不覺得安全 整個世界就變了 沒有了自由的基本就是要安全 是啊 你沒有安全你沒有自由 你街上都不能出燈 所以Tucker Carlson去一趟莫斯科 回來被人罵得很糟糕 他有一個短節目多值得說 那個事情很多人禁止不說 不說不說 其實我想說一下 他去拍了一個地鐵站 莫斯科的地鐵站 你試試拍北京地鐵站 北京地鐵站 也都是怎麼說呢 紐約、華盛頓的地鐵站 有些站都可以的 但是很多站 你看到裡面隨街大小便 那些無家可歸 很不安全的進去 紐約就更奸 紐約那些人自己說了 自己說了 倫敦呢 現在是變了 所以有些事情 民主社會是很重要的 但是呢 你只是沒有人生 不能夠保證基本安全 就很恐怖 香港現在就是這樣 所以那些人走 是啊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抓你 我自己從小生活 在中國就很有體驗 來到美國之後 我很大的體驗 就是 立刻開始說 真是安全 那種人事 你知道大陸那次不安全嗎 我家裡 我講講自己家裡的故事 1968年1月1日 元旦那一晚 我爺爺的時候就在我們家裡 那些人打進來 就把我爺拉走了 我爺拉也鎖了幾年 就是反革命 那當時我爺爺 那我爺爺的朋友 就說 那麽爺爺 那麽爺爺 就走了 學習班 那我爺爺 我爺爺就被人困了幾年 就是 你都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什麼時候上級通知 你自己要報道 那我那時候被人抓了 在工廠做一下做的事情 就是我糖果廠 整身的糖 你兩個人 你什麼人 你跟我們走 那你就跟了他 那跟我們走 就抓到回家 有些什麼 就是 他監視你幾個人看著你 你把你的衣服走 那就不見了一年了 就是 那種 現在美國 你看一下 這樣動用司法 我就覺得很恐怖 他過了那條紅線 那條紅線就是安全的那條紅線 就是感覺安全的那條紅線 現在我看他就是過了那條紅線 你很糟糕 那你就糟糕了 整個美國最重要的那樣東西 是 是啊 離了大譜 上邊有特朗普 被人這樣起訴 就是罰他 整個罰最高罰款 罰到差不多五個億 三億五千萬 但是他說他貸款的時候 說說多了自己的財產 哎呀 貸款說多了 他說他 馬拉拉圖值一千八百萬 那筆錢 你那筆廁所也不夠了 那筆錢 但是買個廁所買不到 不要說整個馬拉拉圖 馬拉拉圖只有區諾部的會員費 二十幾萬一年的 你想進去 嗯 所以 你隨便 他家裡這麼多 這麼大 一千八百萬 就罰了這麼多 連利息 加起來 差不多五個億 他這件案子沒有原告的 就是政府告他 沒有原告 沒有原告 就是政府 那個DA就是原告的 就是政府出面告他 是啊 而且那個說受害的銀行上去 他說沒有啊沒有啊 我們賺多錢 你如果有受害者 受害者做原告 他根本沒有原告 又沒有受害者 找證人上去 那些銀行者 得意志銀行者 他說他很好的客人 他想跟他多做生意 他還了 他還了 那個研究 我跟他們很熟 是沒有問題的 銀行很精神 銀行被你騙到 哪有這麼容易騙銀行 有沒有搞錯 銀行最精神就是銀行 說到最後 是 所以 這個是上邊的一層 他們現在還要追很多 我們州 我們州長也是一個商 生意人出生 白手起家賺了四五千萬 那 問他 我怎麼說 有些消息來源 我又不是這麼好說 但是總之 現在很多政策 他都害怕的 問他下次選 他本來想要下次選總統 就是這樣做 就是他很不容易 特朗普還有幾百億財產 那些 他那幾千萬 用什麼律師費幾天 都被人弄光 害怕 做到州長做到這麼高 政客都有害怕的時候 那些時候 那些時候在大陸就是這樣 無辜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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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辜 我好好的朋友 那 他是怎麼整他呢 他真的是 國家服務軍人出身 做軍人 後來自己讀書 很窮的家庭 那老婆就是中學同學 中學同學之後 從來就沒有 就是 生了七個小孩 大了 那他後來競選州長 他成功 當時被共和黨認為 就是管理也很好 而且是 就是他人呢 又搶得很帥 以後呢 有可能就真是 就是共和黨總統的選人 有人選之一 誰知呢 他老婆真的沒有文化 他老婆我就不知道怎麼說 但是 就是沒有文化的人 那些家庭婦女上了去之後 那些東西很失碎 那些東西會 那就跟他徐師吵架 他徐師吵架之後 人家就去揭發說他 幾百塊而已 又拿了什麼什麼 後來就跟著 奧巴馬政府就去死查他了 又說他去哪些人 人家請他去旅遊 那個人他又認識的 說請他去駕駛他的車 有些照片 喂 我去你家 你說我的車很漂亮 我駕駛一下 那些 就是所有那些真莫虛有罪名 告他破產 兩夫婦後來打離婚也是來了 一啪糊塗就一直告 告到真是破產破得很可憐 最後到最高法院 告到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九個大法官 連上民主黨大法官 這麼傻蛋 九比零 判政府亂禁告 沒有罪 九比零判完之後 因為當時他跟最高法院 我立即打電話 我問 Bob 你可不可以接受採訪 他說不行了 現在才不能夠這樣 後來他算是好運 他又離婚 沒有一屁股債 後來他多好運 就算是什麽呢 沒有賠償 又沒有得索償 政府沒有得索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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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邦政府 如果是州政府 還有些地方政府 還有些可能 聯邦政府沒有得索償 就是到這個地步 算是你不用坐牢 是好運的 哇 那些這樣的做法 跟大陸完全一樣 你說大陸 這麼多人迫害 這麼多次運動迫害的事情 一個都沒有聽過索償 大陸不是索償 大陸是政府賠的 平反是嗎? 平反可以賠嗎? 平反可以賠 那時候我醫 我醫反革命坐11年牢 我醫真的 他沒有別的樣子 他是軍醫來的 他跟朋友說 那時候光清演員 怎麽做得其手 原來那些這樣的人 被最好的朋友告發了 判他8年反革命 我醫不復上訴 他說我不復 我有什麽理由這樣判8年 他說不復上訴 加刑5年加到13年 很輕的很輕 坐了11年 從放出來 他放出來之後 我還在坐 我醫放出來之後 就說那11年工資全部賠回 那時候沒有支票 我醫和我醫長兩個人 他當時坐牢上級局離婚 那11年之後 他復分 上級叫復分 復分 立即復分 拿了個大手提包 去到一枱錢數都不數 我全部搜到一個袋子裡 什麼世界 真是 你說起來 真的 我們很多這些故事 我醫長還是在世 我醫長還是當初留蘇聯回來 蘇聯留到李鵬的同學 家家都有一本這樣的經驗 是啊 但是呢 那時候是規定的 文革以後受害的全部賠 文革以前都沒得賠的 所以你媽媽都沒得賠的 你媽媽坐二十年白坐的 沒得賠 文革之後你沒得賠 他1956年抓了他 沒有人知道他在哪裡 然後呢 那時候就想著快要公開了 五九二字公開 就讓你看看他 那人就去安徽了 是啊 不見了的人就是 真是 五六年到五九年 根本就沒有人知道他在哪裡 他覺得他可能是 就是他當他是大間諜 你明白嗎 唯一是宗教問題 他當你是大間諜 就不讓你見他 見他 就怕大家之間有通話 哎呀 老闆說些話真是麻煩 我阿公被人抓了 就是罪名又是美國間諜 因為原來美國回去的嘛 各個都是間諜 總於衰又衰在什麼呢 我老爸呢 原來是就是 就是我老爸原來很有名的翻譯 就是蘇聯 他陪蘇聯專家做 他的俄文很好人 是 文教很可憐 文教當然是蘇修間諜 一邊蘇聯間諜 一邊美國間諜 那些事情 就是令到你 你沒得爭的 叫做 你看到特朗普 我真的 他沒得爭的 說你這些財產 不值這麼多 你和人 而且法官不准他陪審團 不准他用陪審團 法官說什麼是什麼 又不讓他出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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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蠻居的 跟共產黨差不多一樣 很學不學就學了這些東西 是啊 真的 他又不需要學的 人的本性學 人性惡 真是人性惡到這個地步 這些 所以 這個上邊特朗普 上邊的州長 那些什麼 下面的1月6號 還有900的人困住在那裡 1月6號就是一個轉換點 就是美國開始這樣的 所謂法西斯的手段 真是墮落 這些所謂全部是法西斯 他把法西斯就禁了人家的頭 特朗普迫害過誰 你們這樣迫害人 不准是那些人這樣 自己做的壞事就先說了人家 惡人先告了 是這樣的 抵得多 共產黨現在每天都在說的 就是實際它自己在辦的 所以 美國這邊也挺有意思的 美國人呢 當時我就很感慨 疫情的時候 現在說兩黨鬥爭的白熱化 其實上層那些人不是這麼敢動的 下層的人 我昨天有條消息 我說出來挺有意思的 紐約去一扎卡車司機的trucker 不去紐約抵制 要不去紐約抵制 我聽說是示威還是什麼 不是啊 直接不運 不去 不去 不做生意 不做生意 是5元 雖然是紐約生意多 不至於沒有 但是是個象徵 那些trucker是很油的 那個美國的議員 那個Statphonic 都做得好 就是去ABA投訴 去ABA投訴那個DA 那個做得好的 但是它的問題 就是那個律師協會 很阻的 阻到鎖 但是它那個規矩 它那個審核的規矩 還是那個程序 現在就這麼說了 就是原來都是在這裏程序 現在最近這幾年呢 就不知道整成什麼樣子 我們都不知道的 真的不知道的 所以就是美國的制度 被人破壞成這樣 我都真的挺感慨的 不是 真的 以前從來沒有聽過這樣的事情的 一講就是什麼First Amendment 那就沒有東西講的 大家沒有 即是馬上就沒有 現在經常都是找人說的 做的事情 來強行加些罪名下去 真是恐怖 所以我為什麼要用這麼多時間 去做這些文化 這些所有的產品這些 我真的覺得很 就是叫醒的人 真的要叫 有很多歷史要提醒的人 或者有時候要解釋 就是看得不對 為什麼不對呢 那你如果不是去想 不是有人幫忙給多些信息 你想一下就算了 就不想了 其實很多事情要想的 我自己中國大陸 就是經過文革 經過所有這些 有時候 我有一條 那天我偶然間 又上邊 我又見到別人 又罵我們 又罵李特務 罵得多罵我 又多了 最近這幾年 郭文革 那時候最典型 就是 那天國會聽證就說了 中國大陸 利用大量的這些 這些 水軍也好 或者利用那些 在網絡 集中去攻擊 各種的 反共的人士 這些說得有文有老 很真的話 就好像 我看一下 為什麼你給這麼多人 去香港那邊 有些人這樣去 說 你和中國做過生意 又怎麼樣 就是因為它大量 這種假信息 所有 我知道這麼多年 從魏經生開始 就是每個人 中共有大量的那種水軍 和他們收買了 不知道多少的人 你網上就不知道它是誰 每天都在潑污 就是這樣做 所以 我有時覺得 我當然不怕它 這些事情 但是 很多人很容易上當的 因為那些人喜歡聽八卦 為什麼我這麼討厭 那些八卦 傳說 傳聞 所有的那些事情 就是 這些事情 做了一片迷霧 使那些人 就不能夠去辨識 很多消息 很多消息有時候 你需要辨識 你需要 等於是 不聽那些 不管是真是假 你說誰是特務 你沒有證據 你怎麼說 說成網也是 沒有理由 那時候 我看著他們怎麼攻擊 我知道 好 好 說到我這裏 它當時又不知道是什麼 又不知道是什麼 我管它是什麼 這麼多年 我看著它做了什麼 它這麼多年做的事情 全部是 跟中共對方做的 中共 你說哪個共產黨 就算培養特務 要專門派給一個人 這麼多年 幾十年 它做著反共的事情 很愚蠢 好像我們那樣 就是 我幾十年 從十幾歲開始 你的歷史 最厲害的是 你突然間出來 又不知道為什麼 說是反共 以前的歷史完全沒有 跟著出來之後 中共那些特徵 就是派出來的人 它完全沒有歷史的 我們這些人 你找到 你從我十歲開始 有很多人認識我 我覺得 那些人完全不知道哪些人 突然間出來 好像很反共那樣 馬上一轉 就全部去打壓那些反共人士 就是 它比你更積極 我人才告了 不是 它有任務的 這些全部有任務 有任務 我們平時你知道 我們不看留言的 有時候我要轉一下鏈接 一看 那些全部是有任務的人 如果不是有任務的 也都是被有任務的人 影響了你做的 那天天聽八卦 所以我很討厭聽八卦 就是這樣 很討厭聽八卦 就是搞到你 你不是不知道 但是搞到你 就判斷不了 什麼事情重要 什麼不重要 很多人說你的八卦 說給我聽 我不知道 有時候問你袁弓儀 怎麼說 我說 現在在這裡講 講開就講 我和你沒有私人交往 沒有啊 我們根本都沒有私人說的 現在看這麼多 你們看到這麼多 就是這麼多 我和你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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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少做私人交往 我自己 我自己呢 下來了 就是 很 怎麼說 很獨立的 北方人說 我和你認識 自己照顧自己 自己做什麼 都做什麼 很獨立 不是獨立 是 北方人叫做獨 很獨 就是我自己的私人領地 不讓人進去 那時候來的 OK OK 是 所以說回頭 我一直都沒有聽的 別人說我的話 我完全 我完全 聽了有時候聽了 更激烈 反而一點都沒有聽 左以右以出 我從來不聽 我聽都沒有聽 我避開 那些留言我都不怎麼看 我不看 但是別人說到你面前 你的朋友來都說 聽我什麼 你真的要聽 我不管的 真的不聽 所以 我們習慣了美國那套習慣 實際上美國 就不是怎麼聽那些東西的 少聽這些東西 在美國 聽啊聽啊 下面的人 都是的 人都是人 人都是人 因為我們有時候 怎麼說 我們就跨文化 到了你平時比較熟悉的文化 在中國人圈裡 大家八卦都聽 美國人 因為我的美國人圈有很多 一樣的八卦多到 真的 他們有他們的gossip 一樣的 一樣的 所以 特別到競選的時候 你看特朗普的八卦有多少 真是慘了 現在有舊的罪 又拉幾條出來 又嘗嘗嘗 又搞不搞定它 哎呀 哪裏是這樣的 真是離譜了 現在是這樣 你越搞定它 你這些案子 等於是 現在有多好笑 民主黨那邊 其實不是這麼統一做事 是 按照來說 如果是民主黨 有人真的管得到這些 他就說 別搞了 一單兩單好了 大家一起上 所有案都沒有了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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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現在民主黨那些地方的 就是DEA 大家爭 就看我誰去問特朗普 所以那個Georgia那個黑人 爭著來搞特朗普 是嗎 是 大家爭 差不多等於共產黨表中 現在內部傳出一些消息 都是民主黨那些人 特別是克林頓那些人 他們怎麼這麼搞 克林頓很不喜歡這個 總統克林頓不是Hillary 為什麼呢 當初共和黨弄了他死了死了死了 他被人搞 是的 來溫司機那個 他被人搞 他被人搞 他很生氣 他後來 判他好像沒事的時候 激到他 就是大怒 吊銷了一年執照 最後永遠被人 就是彈劾通不過 參議院不通過 所以他就搞到 你下來的時候 一做完總統出來 欠了百多萬律師費 你窮光彈 所以後來他想去講演講 做生意賺回來 很慘 所以這次 比爾克林頓沒有怎麼出聲 沒有出聲 沒有出聲 對 Hillary Clinton出來講的 但是Hillary Clinton和他老公 大家知道是不對的了 是 根本我看他們的分居 那些不理他們 那些私人事 我不理他們 有時候我們在上海北京 知道Clinton的事情 這個人真的是大問題 這個真的是 真是 尼莎大寶 真是不斷地換話的 你說哪個Clinton 男的女的 男的那個 哎呀 去到哪裏 共產黨又知道他那些 那些東西 不斷地提供給他 他喜歡 他不喜歡上層的女人 他喜歡下層的女人 就是和他那種 去到哪裏 他當時出來 那些時候是八卦消息 但是說了 那些八幾個女人 就是做周章 那次 不是 他去一次大陸 起碼幾十個 離譜了 那些共產黨供應給他 知道他的愛好 那些不說 現在不行 現在老了 我們那些就不說他了 我是認為總統的私德 他這些事情 我認為他是一個挺好的總統 我對他不是這麼壞的事情 不是 他做總統真的做得不錯 他聰明 他人聰明 做些事情就有份量 有份量 就沒有亂來 他窮人出身 他窮人出身 知道什麼事情應該做 知道什麼不應該做 就是他不會做 Hillary Clinton就不懂 是 他就什麼過份都會做 不過今天呢 就這個 我建議大家看那個 Victor David Hansen 寫的那篇 他就寫這個 他就說 拜登上台 是個 false deal 就是 佛斯德 就是德國那個 他說 總之你癡癡 我送他上去 他說 因為原來拜登的政見 不是這樣的 拜登是比較中間的人 是 是 他詐加於中間 結果他整個人 那些政策 被左派控制了 整個這麼左的東西 就是 看得傻的 那些 你要按照傳統拜登來說 拜登以前 連同性婚姻都不同意的 是 外爾蘭也很保守的 有什麼理由 會這麼推動變性呢? 不是 我猜他根本沒有驚訝他 那些這樣的事情 他在白宮裡面 他也沒有這樣的精力 沒有這樣的時間去管 他那些這樣的政策 肯定有一幫人直接推出去的 根本就不驚訝 是的 所以就把美國今天等於 就是他很多人私下這樣講 我都認為這個講有道理的 基本上那些共產黨掌權的 是 就是奧巴馬他們那些 那些共產黨來的 那個女人是誰 曾經做過聯合國大使 那個女人是誰 你說Nickey Haley 不是 不是 現在白宮是民主黨的那個 那個黑人 古巴人 不是黑人 黑人 做了一段時間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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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那個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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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郭務院出來的 那個 她是Rice Susan Rice Susan Rice 這個人很有問題的 還有問題的 那個是Valerie Jarrett 從芝加哥跟進去 那個伊朗大的 哎呀 還有白宮 剛剛出白 出來沒多久 伊朗大 奧巴馬身邊 從芝加哥 大概是最親信的顧問來的 哎呀 即是半黑半白的 就算是黑人 Susan Rice 那些阻法 是不教人 那到現在 那個住聯合國 他們派那個黑人 那個Linda 叫她死去一下 過不了 那個 她以前有說話 說崇拜毛澤東 就是無法說的 就是這幫人 還有她的顧問 any that done 白宮顧問 直接毛澤東 毛澤東想掛在家裡 那些 她自己公開說 我崇拜毛澤東 公開這樣說 你說這批什麼人 真是 美國怎麼搞成這樣 真是 這些人當權 真是 得人驚 所以 所以今年選舉 無論如何 真是 很多美國人覺得 是最後一搏 是啊 是啊 我跟台灣他們幾個說 他們都這樣感覺 台灣基本上都是支持特朗普 台灣為了自保 但是台灣有時候民進黨 有些社會政策 就做得離譜 也是 蔡英文的政策很威脅 所以我也免得說 你這些事情 雖然你說 國際政策 你親友 你反對中共 你什麼東西 你這些 左翼政策一出來 共產黨 大把圈子可以捐的 它大把是同盟軍 左派是共產黨的同盟軍 所以台灣人要注意這些事情 你覺得如果特朗普上了 就真的會 那個深層政府那裡 都會開得多深 不是那麼容易 但是我想它有辦法 就是現在呢 深層政府 我今天講一下 我講出去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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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公正部門 我知道了 整個國際廣播 你直接應該整個部門斬的 由頭請過 由頭做過 你不是 由頭做不行的 你如果部門還在 你解僱不了那些人的 取消了它 然後過幾個月再開回它 你開回不同名字才行的 是 原來 你看那些人怎麼去 我真的看著了 國務院那裡 原來最早 美國 你說六七十年代以前 就是一直到九十年代 應該是二零零年 它原來有一個 USAIA國務院下面的 就是國際信息總署 那USAIA管了國際廣播 那有些 就是起碼它有個原則 就是你們不能夠 違反美國的國家利益 嗯 那結果呢 就1999年就取消了 這個說冷戰結束 你還搞這些 那些 就把全部開放叫做新聞機構 就是新聞說我們 跟所有的大新聞 我們一樣 就是平衡新聞 平衡新聞 就要做到 百分之五十 你百分之五十 那麽很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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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中共是那麽一邊 那麽我上去 我沒有這回事 不能夠做這些事情 對不對 那麽後來就 那麽他們最後 那麽這些跟政府那麽 那麽不行 又要整理 又要整理 那麽美國的對外 什麽什麽 但是呢 你一旦走左邊 你走不回右邊 那麽那個機構 什麼 Global 叫做 死了 Global Engagement 你原來你說美國利益 美國優先 那麽就做了 Global Engagement 你知道這個中間很重要 就是明不正義 言不信 它證明就是 我們要做Global Engagement 跟全世界對話 這個中間 是為你們全世界好 不是美國第一 所以特朗普上來 美國第一 很清晰 我們要美國利益 那麽他現在整 你走去打阿富汗 明明是打恐怖分子 你不是這樣說 我去重建阿富汗社會 天天都整些人去重建 婦女友解放 那麽什麽 整個塔利班回來 全部都倒閉 亂來的 亂來的 這些事情我知道 真的可以看得很快 這次大家觀眾 對美國的內政 一定要有一定的了解 這個影響全世界的 不是說話的 這件事 原本我也不想 內政好像跟我們香港沒有關係 非常有關係 非常有關係 跟各個國家都有關係 跟台灣 跟日本 各個國家都有關係 非常有關係 如果我對美國政策有些批評 關於香港政策 如果我批評 我就會批評 真的要批評特朗普政府 批評彭Payle他們 他們那時候 他們那時候 就是說 我是覺得彭Payle好像比較懶 用了一個說法 就不跟中共打交道 你不打交道 你沒有力量的 你打交道 很多事情影響得起碼拖延 你怎麼都可以說 就是要說中共不代表中國人民 當然不知道全世界絕大部分政府 都不代表自己人民 就說完了 但是那些專制政府 你不打交道是不行的 你打交道才有力量 有時候說 他做得過份 無論什麼 但是 克萱頓的時候很明白 那時候 那個政策 在Reagan 是下來的 Reagan Reagan 81年 大家知道 Reagan 82年講 撤惡政權 後來 第二任的時候 他就一定要和蘇聯打交道 打交道 就看到 實際上最早跟戈爾巴喬夫在86年談 兩個人成了朋友 他的做法一直 真是擁搜索聯 所以後來到老布什也好 到克林頓那時也好 克林頓競選的時候 大罵八九年之後天安門屠夫 克林頓上去跟中共打架多於什麼 因為大家認識到 這樣的辦法是可以影響到中國的 不打架到不是 所以這樣下來一直到奧巴馬 全部都打架到的 就是疫情以後 疫情這個事情對兩國關係影響極大的 疫情就變成 也不是只是賴得碰票 但是疫情就叫做無得談 整到兩邊 而且是當時最賴要賴哪裏是賴民主黨的人 特朗普在國內每天都吵架 他想弄好美俄政策 美中政策 原來都談得挺好的 全部搞壞了 全部世界搞壞了 所以這幫 我不是說我民主黨這幫 拜登政府這幫人 手上有血的 他們戰爭死了多少人 很多人要賴他們的 很多這些問題 慢慢才講的 我是覺得這些人是民族罪人來的 很多那些人 對於我來說 做什麼抬罪二十名二十名 不信了 不信了 今天節目 今天總統的日子 壓力很大 壓力很大 做到的了 是不行的 大家貢獻 你如果不是這樣做 你影響就不… 當然這是好的紀律來的 每天做 每天做只是 但是你一個過程 是吧? 我的Patreon 不是的 我的Patreon做了年多 我是不是每天做 我是沒有做幾天 真的是除了去古巴幾天 我想不到的互聯網 根本上不了Patreon 如果我以為他上不了 我會說這些東西 我是每天都做的 紀律來的 我連周本都做了 如果你訓練好了之後 你訓練好那個人的表情是什麼之後呢 就是自動的 不是自動的 每天都要訓練 現在技術還沒到自動的 所以每天都要看著的 看幾次 總之我現在慢慢做了 大家有什麼專家呢 就求教 專家求教 我們不是專家 我們是自己一路學一路做的 自學 自學 但不是的 AI沒有專家 沒有專家 沒有專家 沒有教授 沒有這方面的教授 教授都還沒學識 教授都還沒學識 好 今天講到這裡 好啊 OK 再見 下次我還要跟你講多兩句 好 可以了可以了